主席 各位 請請大家午安 主席 我有請蔡主委 蔡主委 江偉恩好 是 主委 其實本席首先要提問的問題 應該也是跟台電現在在整個 我們合適的執行的狀況 以及我們要達成這個一號機安檢封存 二號機要停工的這樣子的一個政策 那麼就原來的 我們對於已經在執行的 和市場的相關安檢的工作 更要達到這樣子的一個政策的目標 因為經過了改變 在這個安全檢查的整個程序上面 我想救教主委是否有重大的改變 譬如我們原先所要求的 那麼行政單位一直在提出 這個安檢的工作呢 除了國內的這個審查之外呢 必須還要經過國際的這個 類似認證是不是 不是認證 OK 不論如何您來說明 那麼是否會因為這個安檢的工作呢 既然它的目標是要安檢完以後 是要封存的 那麼這個程度上 是不是也有差異 那麼包括剛剛委員所提出來的 我想這個主委也急著要回答 也就是說我們在這個安檢的這個程度 這個試運轉的安檢 以及這個啟動的安檢 我們用怎麼樣子能夠了解的方式呢 您可以對我們做說明 好 是的 是的 我想就委員垂巡的兩點 我分別做說明 第一個就是有關所謂的認證這個部分 其實在整個何能安檢 主委您科夫先請說 這個安檢的工作這個程序呢 會不會因為它是檢查完以後是要安存 是要封存的 那跟這個檢查完是要這個試運轉啟動使用的 它會不會有大的這個差別 它少掉的程序會是哪 據我的了解 以目前台電規劃在封存之前要完成的 我們叫做試運轉系統功能測試 這個叫做試運轉系統功能測試 以這個部分來講是沒有差別的 換句話講就是說 台電會根據我們法規上所要求的 308項的試運轉系統功能測試 它是要把它全部執行完成 那其中有187項是需要送到原能會來審查的 那這個部分過去執行完 然後也完成它的品保的程序之後 它都是陸陸續續送到原能會來 所以換句話講就是說在封存之前 所有法規要求的試運轉功能測試這個部分 我的了解是經濟部要求台電要全部把它做完 所以308項的部分 對 以這個部分來講 跟有沒有封存是沒有什麼關聯 那唯一有關聯的大概就是說 除了這一項之外 另外我們原能會管制 在燃料裝填之前需要符合的 所謂的19大項75小項的這個清單 它都要符合 原能會才會允許它做燃料裝填的這個動作 所以這個原能會要求的這些程序 也是在所謂的試運轉系統功能的測試嗎 試運轉功能測試只是我剛剛講的75小項 裡面的其中一小項 應該講19大項裡面的一大項 不過就是它在這個大項裡面 就只有這個系統功能測試的這個項目 好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目前就有了解封存的目的只是 就是在封存之前不會執行燃料裝填 那至於說有關系統功能測試的這個試運轉 是沒有差別的 我想這個部分先 在這個部分是沒有差別的 那麼如果說 如果是按照我們之前 有一次的黨團協商 那麼那一次是說我們通過安檢 然後不放燃料棒 然後呢不運轉 然後再來舉行公投嘛 對不對 那時候的這樣子的程度 它是朝著什麼樣 它是朝著說能夠這個能夠啟動 能夠這個運轉 能夠插進去燃料棒來測試的程度的安檢 我的意思是說那種安檢是prepare 是準備要能夠做出 能夠啟動之前的最後的一個檢查防線 我想這樣子 我的理解這樣子 就是說朝野協商的結論是說 在公投還沒有結果之前 不裝填燃料 不追加預算 然後有關核四的一些 已經發包跟安檢的工作是繼續進行 大概類似像這樣子 所以換句話講就是說 前一半講的是說 裝填燃料需要公投做完決定以後 才能做這個動作 所以它沒有談到任何有關 剛剛講的試運轉系統功能測試 但是後面一半是說 在那之前只執行安檢 所以換句話講就是說 在那之前應該是要把 系統功能測試要把它做完 這個是我的理解 換句話是說 如果我們若干年以後 或者若干日子之後 我們舉行公投 那麼決定在起封 OK 那麼在起封之後 我們在起封之前 也就是說在做下一步的階段之前 是否還是有很多安檢的工作要做 對不對 那這個安檢的工作 跟離現在我們的目標要做的工作 還有哪一些哪一些工作必須做 我們這樣子來分辨一下 這樣子的一個程度好不好 這是非常的專業 我們 這樣子啦 我們把未來分幾個階段來講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封存之前 第二個就是封存的期間 第三個就是剛剛講這個起封 或者叫做重新啟動 在分這幾個階段 那我的了解是 目前政府的這個規劃 是在封存之前 要把剛剛委員所講的安檢 把它做完 那從封存之後 所以它安檢其實還是有程度的 對不對 所謂安檢在我們的定義來講 就是所謂的系統功能測試 308項 OK 好 所以等到這個做完 然後也做好了封存的準備之後 封存的時間 我不曉得什麼時候 開始之後 大概就不會有所謂的安檢了 嗯 就只執行 一般的設備的這個維護啊 維護啊 什麼簡單的測試啊 什麼等等 對 能動中 是 所以 所以假如以安檢這兩個字來看 應該是在封存之前 就應該是要做完 對 OK 那麼萬一 如果哪一天我們要啟動之前 我們還必須做哪一些的安檢 我的意思是說 剛剛我也請教你說 這樣子一個程度上面的區別啦 譬如說像國際 剛剛我的第二個問題 這個事在呢 是屬於 它也會是屬於是 是所謂的試運轉系統功能的安檢項目 也必須要的嗎 要這個 需要是國際上面的 這個專家的意見嗎 沒有 那個 法規上是沒有這樣一個規定 那我剛剛試著要解釋 給這個委員了解的就是 我們在 他應該是在下一個 建廠的過程裡面 是有很多需要 所謂的第三者認證 的這樣一個東西 那這些東西 大概大部分都是針對 安全的這個 這個設備 或者說 一些相關的這個工程 需要有第三者的認證 那這些都有的 我們都按照法規在做 至於說 試運轉系統功能測試 的這個階段 是沒有什麼法規說 需要認證的 沒有 因為它是要根據 所謂的三級平保來做 然後呢 由管制單位來做最後的把關 可是 我們在過去規劃的過程裡面 都有邀請這個 美國NRC的這個 inspector 來協助我們去現場 做一些相關的視察 包括 剛剛講的系統功能測試 是 所以我們在這個 系統功能測試 大概快執行完畢 或者是 執行完 送到原論會來之後 也會請NRC派員來協助我們 來 來看 這些結果 是不是符合法規 符合安全 符合國際的標準 那這個呢 我們不叫它叫認證 不過這個對我們管制單位來講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協助 是 那麼 蔡主委 本期在此呢 賦予這個原論會呢 這個 這個 非常高的一個使命 那麼 安全檢查 不論在這個 我們要即將要 把它這個停工 或者是 這個 這個 封存 那麼 加上呢 未來我們是否呢 還要在這個 起風 或者是 續建 那麼 安全檢查 是 確實人民 可以依據的 重要的 這個資訊 是 那麼 如此重大的一個使命呢 我想 整個工作呢 必須要有 這個 無比的 勇氣 那麼 更需要具備充分的一個專業跟道德良知 是的 我想這個行政單位依法行政 等著你們的專業 我想簡單跟委員保證一點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系統功能測試 這個是在法規裡面要求要做 而且 有非常明確的一些管制的這個 criteria 所以我們原能會不管 將來是為了運轉也好 是為了封存也好 這個部分我們絕對不會放鬆 不會因為要封存 所以我們放水 這個絕對不會 我跟委員保證 好的 時間到了 謝謝 蔡主委 你們加油 謝謝 接下來